每到了农历7月,吉安乡公所都会在慈云山淮恩园区办理慎重追思的祭祀活动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为了配合防疫政策,因此没有另外通知贵宾或家属一同参与 20号下午由乡长、乡民代表会主席以及公所各科室主管代表,献乡感恩祈福 并同时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让乡亲们共同追思 20号下午,吉安乡公所依照民间习俗,农历7月,特别在慈云山淮恩园区办理了中原普渡法会 由乡长游淑珍、乡民代表会主席邱美云及公所各科室主管,代表献乡感恩祈福 而其中不同以往的是,在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因此没有另外通知贵宾或家属一同参与,特别改为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重点现在在防疫期间,我们也不希望太多人的上来 参与把这个防疫的疫情有了破口也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仅代表乡亲的民意 然后来谢谢我们乡公所每一年该做的该办的也都不少 这是我们对主纖对好兄弟的一个诚意 那也希望民众都有感受到,这样子是最重要的 由吉安相公所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隆重的追思 希望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缅怀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 当然我们池云山上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正在执行 涵盖了一亿多的我们空屋的设备 来作为一个更新 我相信这也是在保障所有我们未来环境的一个 洁净家园很重要的努力工作 从我们的礼仪大道排访以及全面的油漆的更换工程 都是在做我们生命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我们的执障区我们带来了生生不息以大地来做融合的这样的生命礼仪工程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在代表会的这样的一个监督之下 我们可以做好跟私心的建设在吉安 为了方便民众分流前往祭拜 怀俄那股汤在中午时段也不打烊 延长了开放时间 而吉安相殡葬管理所长周一元则表示 虽然目前防疫降至二级 但仍然要保持着高度警觉 慈云山除了以高标准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也提醒相亲好朋友要共同遵守防疫规定 园区内全面禁止饮食守护彼此健康 记者许立青 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